今天的話主要是兩種方法 Queried Table 跟那個XML HTTP 的物件 一個是用錄製去記的 一個是自己寫的 那哪一個快哪一個慢 那你一看就知道了 OK 那不過一般坊間的書籍講的比較多是第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是 自己平常自己踹出來的 當然也會參考一些國外的一些 這個這個人家寫的 不過人家都寫的很複雜 寫很多東西 我是把它簡化再簡化 剩下最後四行 你去網路上找應該不可能只有四行的 OK應該都很多行 而且一堆東西 那我是把它簡化再簡化 OK 那所以第1個 那第2個的話 就是說後面如果你要做批次的話 跟上個禮拜一樣 批次 之前是批次篩選 有沒有單次篩選 再到批次篩選 那批次篩選的話 就是說你會需要一個清單 然後呢去 比如那個針對那個清單 業務人員有10個業務人員 就跑十次嘛 那其實如果你要下載10個 下載10個網頁的資料也是一樣 你可以吧 下載一個 放一個 下載一個 放一個 放一個 新的工作表嘛 那工作表就add嘛 然後 把它的name 重新改成你下載的那個網頁的名稱嘛 對不對 那不就可以同時下載很多個 或者甚至之前有同學問過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下載 很多個工作表 下載 在同一個 把很多網頁裡面的資料 放在同一個 那可以啊 你就下載之後 插到下面嘛 真正他最下面的列 繼續下載 比較好了 所以網路上你只要一堆東西 你要怎麼下載就怎麼下載 所以一鍵完成了 之前有同學就每天都要 Ctrl C Ctrl V 有沒有外匯資料嘛 然後後來他就 學這方法 他就按一下 自動全部就 放在那邊了 對不對 那他也輕鬆多了 OK所以 這個部分呢跟各位說明一下 再來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剛剛有提到那個Word 後來我發現我少了一個步驟 所以我把那個步驟 也把它用圖說 如何用Word切割表格 發現非常簡單 兩下就完成了 因為剛剛 不要那麼複雜 首先呢你可以看圖解 一 先把什麼 先把那個 Excel裡面的東西 有沒有 放在一個 A1 Ctrl C Ctrl C之後呢 你到Word裡面呢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 剛剛露了一個 選擇性貼上 為格式化文字 因為剛剛為什麼這麼複雜 就因為貼上的東西 太多不需要的格式 所以你為格式化 就是為格式 然後你把尾巴這些東西 刪掉 留下的就反正就不用的東西啦 然後頭的部分也是一樣 會多一個雙一號 刪掉 再來全選 Ctrl A Ctrl A之後插入一個什麼的表格 一樣喔 就是 文字轉表格 然後12欄自動抓到 逗號 按確定 貼著貼著貼著改 不過呢 至少還是比 沒有方法來的好啊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招 如果你實在是忘了 成什麼閒 或者是你資料現在很少 你就用這個方法就OK了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把剛剛講的就是 如果我不用這個方法 我要先切割 切割它分兩階段 一階段是橫向切 一階段是縱向切 兩階段 而且喔 其實還不是很好理解啦 但是 最重要就是那個城市裡面會需要用到一個就是 Do quite 回圈 那這個回圈未來 你只要去處理 一些其他的東西 像那個 檔案 Excel 就是活躍部啊 像剛剛提到有關 就是你要把那個 就是分割 跟合併啦 有沒有 其實也會用到這個回圈 那主要為什麼會用Do quite喔 就是說你不知道說到底有幾個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需要用Do quite 那 什麼是用for 就是用你已經知道 從哪一個到哪一個嗎 如果列啊 有幾列我知道 偵測一下就知道 但是現在我不知道有幾列啊 除非你已經知道 那沒關係你也可以改成 那個for 這個for圍圈 那特別注意就是我裡面會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叫 INSTR 這個函數呢 主要用途就是 它會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 從哪邊開始找 那我 預設值我先從E開始 S指的是我下載下來的東西 就在裡面找 找什麼呢 找VBCRLF 就是最後那個東西 那 特別注意喔 那個 Do quite喔 後面是一個條件 當什麼條件發生 就跳離呢 就當 我跟你講 當它什麼條件進入回圈 就當它不等於0 意思就是說什麼 我有找到 那個最後有VBCRLF 那我就繼續 繼續 意思就是繼續往下找的意思啊 那繼續往下找 特別是找到之後 記得要把它 找到那個位置 我先把它 記得在那個 EIN END 這個是我自己 加的一個變數 然後把它做切割 切割 就這個 切割完之後 就是 切割到這個變數裡面 從哪邊切割呢 MID嘛 這個我想 再跟那個 EASURE裡面的函數一樣 只是在VBA裡面用 OK好 那就把這個字串裡面 從頭開始切 切多少呢 尾巴再剪掉頭 為什麼尾巴剪掉 因為 你如果後面的話 一定要把頭前面東西扣掉 不然的話 又把前面東西又加進來 繼續切 然後 記得把那個 IM的加二 為什麼要IM的 因為我要往後找嘛 找到那個位置我不能 又從頭找 又找到他了 所以怎麼辦呢 那個 兩個 因為CRLF 是兩個字 加兩個 繼續在幫我往後找 往後找 一直找 找到沒有為止 OK 然後呢 我要怎麼樣 把我找到那一個 東西 那一列 其實就是那一筆記錄 放在A欄的 I列 所以我這邊會多一個 I的變數 它必須預設值從E E指的是從第一列幫我放 好 然後呢 後面記得把它加一 為什麼 因為我把它後面 再往下嘛 好 那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 這邊按F8好了 因為我們組行來看 第一個呢 因為 我要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A欄 我先把它寬度調為100 那寬度調為100 在column裡面有個叫column width 等於100 那100你想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100 拉一下就知道了 上面是不是有個數字 那我大概測一下 那100大概這麼寬好了 100 OK 還沒有 我大概就這麼寬了 而且也比較好記了 大概給他100 所以本來是這麼窄 然後呢 我執行這一行之後的話 那就會有column width100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剛好大概就拉到100 然後呢 一樣嘛 去把那個物件叫進來 然後幫我連線 傳送給制服器 把資料抓回來 然後呢 先預設呢 從 第一個字開始找 1的話是從第一列 輸出 那我就找 有沒有找到 有找到就切 它這個地方有沒有 找到了 所以它不等於0 不等於0 然後裡面找到位置 它會 返環 所以我就找到的位置 這個地方的話呢 63 就是 後面那個63找到 幫我把它切出來 所以切出來用mid 把那個部分切出來 切出來之後怎麼樣呢 再把 未來後面要繼續找的 把它加2 本來是1對不對 你又不能從第一個字開始 如果第一個又找到63 怎麼辦呢 加2 所以從65個字 往後繼續找 好然後把東西 輸出到那個 A欄的第一列 A欄的第一列 對好 輸出了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輸出一個了嘛 再來一樣的方法 所以直接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就找第2筆 一樣啦 第3筆 那一直loop 直到找不到位置 所以我把它直接找 直接 全部跑完了 但是特別注意 我在那個雲端上有特別 強調 就是說 它因為這個資料 最後這個有沒有 沒有cr 所以其實它找不到 是找到這裡 其實後面還有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也要切回來 所以最後一筆怎麼切呢 基本上就是把什麼呢 mid 把這個裡面的 最後那個找到的 再加一個 應該加兩個字才對 因為crf 加兩個字之後 那後面的東西全部 幫我抓回來 後面全部抓回來 其實你給它一個99就好了 也不用算了 為什麼 你想說老師 它 它應該 沒有那麼多啊 沒關係啦 你給它大一點的 反正99意思是 後面 全部都幫我抓回來 反正它的數字 只要是小於99 意思是全部抓回來 意思 但你也可以去算 它有多少個 反正你就 加加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反正它最後 OK 所以我的時候我會取巧 乾脆打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就OK 把它切出來 切到最後那一筆了 好 然後呢 顯示下載完畢了 OK 下載完畢了 就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程式並不會很冗長 大概就是這樣子 可是每一行 都有它的意思 那上面我會 加上註解 雖然這些東西 寫下來其實沒什麼啦 沒有幾行 可是這可能要耗掉多少時間 背後 台上可能三分鐘 台下真的是十年功 你自己寫寫看吧 不過其實寫的方式 你當然我是建議 你當然就是不是一次 一次完成的 像我會很喜歡用中段 停下來 然後再看一下 那個裡面的值對不對 不對再改一下程式 不對再改一下程式 再慢慢慢慢慢慢 把這東西寫出來 但是你們可能剛開始 沒有辦法完成 沒關係 至少你會套用範本修改 範本吧 這個就是範本吧 反正以後不就是這樣子嗎 先切嘛 再縱向切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這個範本記起來 以後改會吧 會寫不出來沒關係啦 至少會 第一階段 先找到人家給你的範本 這東西 是原創的 絕對不會有人寫的跟我一樣 如果跟我一樣 應該是貼我的啦 因為這是我寫的 這100%是我寫的 每一行都是我寫的 而且我寫我的 自己的風格啦 OK 所以其實 當然你可以參考啦 我的風格我講過 第一個 越短越好 所以沒有很多 需要 如果可以移除的 我就盡量移除掉了 第二個是 應該都很直覺吧 裡面應該沒有看不懂的啦 再來就是你要 花時間去研究 OK 試一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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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ly